大家可以看到蘇德企業 它就是專為兒童設計的喵喵椅跟刮刮椅 配合組稱解說展示手上的創意商品 這些學生分別來自朝陽科技大學和亞洲大學等校共有20位 他們有個稱號叫做創意大使 要在2013創意台中系列活動中擔任活動代言和導覽解說的工作 我們強調的是他們是導覽 而且是真正專業的有專業知識技能的導覽 但是他因為他的態度還有他的儀態非常的好 所以他又可以作為大使 我希望他們有這樣的經驗之後 未來看看能不能成為我們創意台中的每一次每一屆的代言人 我們走路的部分用訓練的方式 就是我們雙手合時向上上提 然後把我們整個人提高 這時候精神才會出來 為了迎接2013創意台中 台湘市文化局首度和學校合作 徵選20位學生培訓成創意大使 而入選的學生不但得接受專業的走秀 口條和國際禮儀的訓練外 主辦任位還安排設計師的經驗分享 要讓他們導覽解說能夠言之有誤 觸動人心 他們的身上的蛻變 我覺得是可以帶給台中 是一個很嶄新的一個創意的一個sense 讓大家知道台中原來是這麼有創意 這麼活潑 原來他們想像的禮儀接待 可以這麼的different 這麼的fashion 對於民視的奉獻 讓服務付出自己的時間精神 甚至是金錢交通來往 各式各樣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令人感動 2013年將以快樂活潑的心情 文化局表示 希望透過這群創意大使的禮儀和笑容 來拉近與民眾間的距離 並且在專業的導覽解說下 能夠收穫滿滿感受台中文化創意的魅力 記者裡講的鐘才不到